大家好,我是小月 这里是北京的潘家园 我们来到北京眼镜城 它是在这个北京东三环的中路 与这个著名的潘家园古玩城是相邻的 这里据国贸是两公里 他说这儿的前身是北京眼镜厂 我们的这个眼镜镜片有点模糊了 今天去佩服眼镜 这里之前主要是搞眼镜批发的 说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眼镜专业批发的市场 后来呢批发也有一部分 后来相关的产品也可以零售了 像我们一般这配眼镜啊 换眼镜什么的都可以上这里来买 我们从这边这个侧的门进去 它这个一共是11层 楼下的四层主要以批发为主 然后随着市场需求 然后后来也可以做零售了 五楼以上都是办公室 因为这里所有的都是卖眼镜配眼镜的 然后商家非常多 牌子也非常多 我们先上四楼最高一层 然后看看哪家合适就在哪家配 为什么不一家一家问 因为可能一楼的房租什么的贵 那可能卖的眼镜也就贵了 所以我们就先到四楼 看哪家比较合适 然后就在哪家配了 每一家都是做眼镜的 近视镜 太阳镜 什么眼镜都有 各式各样的镜框也都有 基本上每一家也都可以 眼光配镜 刚才跟老板聊了一下说 老板是93年来到北京 是江苏那边的 然后来到北京做这个眼镜生意 包括亲戚什么的 全家人都来到北京做这个眼镜 不光是这儿有个店铺 在其他楼层也有店铺 说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都20多年了 这儿的一个店铺 一个月租金大概在2万多 对面这家人还挺多的 我们刚才已经把眼镜配完了 然后现在要等40分钟 配了两副眼镜 就可以去拿眼镜了 非常快现在 然后在周边再带大家转一转 人看的很少 老板说现在就是因为疫情影响 也可以就是通过把眼镜的 这个什么同聚知道的告诉他 也可以通过微信啊 什么的订购都可以了 一开始说订眼镜 大家一般都会上这个潘家园来订 对面也有一个那个商场 也是配眼镜的 也都全都是这样的商家 对面的那个呢 可能没有这边的价格更合适些 每一家都是眼镜 各种眼镜 然后还有搞批发的 我们拿到我们配的眼镜了 这是我配的 我配的是那种最超薄的那种 这是另外一副眼镜 大家猜猜我这副两副眼镜 花了多少钱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